1995年巴克里布在荒布江边 对我说 你的国家正在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你必须要坚持 也许五年十年 你的照片会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一代这本书出版之后 影响了很多人 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话 其实是有那么一个责任 记录当下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的精气神是什么样子的 1980年我在北京 签了那个教训馆里面 买了一台海鸥205 当时我非常的激动 我就对我自己讲 我的教权 从今天起 你有了制造影响的权利 当你按照状态 你生疏是合一的 可以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拍下你最感兴趣的画面 这种开心 是很难用语言去描述的 当初我是一个非常顽固的 教者至上的摄影师 很拒绝的数码 2008年我有了第一台数码相机 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受 到了今天手机 它已经在数码照片机的基础上 优化了很多 拿出手机来给一个人开照片的时候 对方可能有很大的压力 他也觉得比较自然 手机的使用 让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记录者 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摄影师 今天在移动影响处极的那么一个时刻 衡量一张好照片的标准 我并没有改变 重要的还是 这张照片本身 它有没有感动你 有些因素就在你身边 只要你改变一下 挪动一下 看似平淡的画面 突然就有了活力 有了张力 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看 用自己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 其实这就是摄影师 该做的事情 我是肖全 拿起手机 记录下你的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